中央星期二深夜发生致命火车对状事故 救援人员继续在拉利撒舌附近的一堆废墟中寻找生命迹象 日带风暴朱迪对南太平洋岛国亚劳雅图造成破坏 当地人已经被警告准备迎接第二场飓风 预计该国中在四周四晚至四周五受到吹窄 在乌克兰俄军对执波罗热的一栋住宅流域发动导弹攻击 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 乌克兰紧急服务局从该流域中救出20人 奥林肯国务卿在印度的G20外长会议场边 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交谈不到10分钟 俄国媒体说两人在移动期间交谈 阿来西亚部分地区的村庄和城镇被洪水掩没 救援人员用船转移被困测到安全地带 到周四已经有26,000多人是撤离 阿来西亚